第28题定量已经饱和的硝酸钾水溶液中 下列拿一种方法可以再增加硝酸钾的溶解量 它已经饱和了就表示不能够再溶 所以要增加它的溶解量的方法一就是我们再多放一些水 我们有更多的水就可以溶解更多的硝酸钾 第二方法就是要提高硝酸钾的溶解度 让它这个定量的水中可以溶解更多的硝酸钾 而我们知道温度跟压力会影响溶解度 对硝酸钾而言是水温越高能够溶解量越多 A选项是更快速的搅拌只饱和硝酸钾水溶液 快速搅拌只能够使它溶得快 不能够使它溶得多 所以A是错的 B再加入磨成更细粉的硝酸钾 磨得更细粉也是溶得快 不能够溶得多 所以B也是错的 C再加入硝酸钾后静置并放入冰箱中冷却 刚才讲过温度高溶解度才会提高 降温反而溶解度会下降 这时候会有沉淀跑出来 所以选项C是错的 只有选项猪是对的 我们要增加温度 所以第二十八题问我们说 下列哪一种方法可以再增加硝酸钾的溶解量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再加入硝酸钾后 加热使水的温度提高